大飛翰天下 韓正 這段新聞當然是兩天前 但是我想看昨天查理斯的家面 才作出一個報道 韓正去了英國 他見到英國的外長齊詹明 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其實之前你見到英國人 或者很多的香港人 在英國那裡開始抗議 為什麼會抗議 就是因為香港 國安法 或者完善選舉制度 就是由韓正下order 反中宗的時候 也是由他親自指揮 令到很多香港人 現在在英國這一方面 或者令到很多的英國人 他們不理解 甚至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派韓正過來 作為一個嘉賓 更多的當然就是見到齊詹明 外長齊詹明跟著兩個人一起坐在那裡 當然了 你對於齊詹明來說 其實這次會面就是自說自說 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 西藏問題 這些所有的問題 就在會晤當中 這樣英國外長齊詹明 就重申一次 大家都知道要講些什麼 接著到最後補少少票 當然就是氣候協議 環保問題 唯一一件事 是真正可以談下去的 就是有了一個正式的會面 事實上 英國和中國在疫情期間 還有近這一大輪 就是這年多兩年的時候 基本上真真正正的高層會面 或者聯絡是沒有的 直到這一次 這一次不會有什麼成果 也都不期望有什麼成果 大家都知道 只不過 借著查理斯登基 跟著大家 所謂的政府高層 可以藉著這裡 會面一次 跟著保持溝通 嗯 好了 下次我們再講香港問題 跟著下次我們再講新疆問題 但是你對於西方國家來說 尤其是外交來說 談總比不談 但是在這裡 你看到我們前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接受訪問 他公開講了一個觀點 他說中國 旺旺人就要別人給他面子 就是說做什麼 只要他不開心 他會力氣其非 就是說反對到底 就是你覺得看不過眼 你出聲 他就會跟你反面 一點面都不給 他說事實上 這一次的查理斯皇帝登基的時候 派韓正來 他基本上就是一點面都不給英國 為什麼 因為香港問題 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變了廢旨 歷史文件 這個是中共的說法 第一點 第二 就是香港在反送中 甚至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 一手操辦者就是韓正 是這樣的話 英國 作為香港的前中主角 也是中英聯合聲明的 簽署國的其中一方 今時今日 派韓正來這裡 簡直就是洗眼 簡直就是一點面都不給你 根本上 就是當英國無道 當然 你看看 這個是我將 彭定康說的東西 口語化 實際上 他說的就是這件事 你找韓正來 因為香港問題 導致中英雙方 基本上沒有辦法 可以一個正常的溝通渠道 今時今日 英皇查理斯三世登基的時候 你派一個直接操控香港命運的操盤手 韓正來 那你說 怎樣交代 彭定康不愧為末代港督 不愧為香港人的港督 我 是衷心佩服 真是見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私下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飛鎖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當然 韓正 我今天就去荷蘭 去另外一個地方 跟著去葡萄牙 六天的行程 希望韓正能夠有成果 可以推動到中歐的關係 但是我不看好 拜拜